我是七八年数码的 七八年数码的 对 师傅 上次你帮我看过一次 我的那个就是流产的那个孩子走了没有 不行啊 还没走啊 还没有走是吗 念几张了啦 你念几张了啦 我已经念了有七八十张 还没走 七十张给孩子的 还有其他的就是 你帮我看的那个身上的那个 鼻子的腰上的还有腿上的 我已经念完了 但我的腿现在已经都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已经流了 就是说一般的少小房子他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帮你解决的 他不会你念下去再多 他马上全部都好不可能的 是一个部位一个部位解决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上这部位你可以再帮我看一下我鼻子还有腰上跟腿上的 现在怎么样了吗 我腿上现在感觉已经没有以前 这种就是有痛的像风子一样这种痛的感觉了 那种一种痛啊 以前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腿就不太好 一跑步的时候就不舒服嘛 现在没有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鼻部 但是师父你跟我讲你说鼻部是我祖上的沙叶 所以鼻子我暂时还感觉不到嘛 帮我看一下我都念完了那些树木你就是抱给我的树木我都念完了 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还需要呢 还要继续念 还需要念多少 还有一个男的呢 卷头 头发有点卷的 有点卷的 不是我爸爸吧 我爸爸的头发有点卷 那就一定是他 脸稍微有点大的 脸是四方眼 我爸爸 对 眉毛还挺浓的 眼睛八八的 他跟我长得有点像 我又不认识你 我又没看见你 我现在就看见你爸爸的头疼 是这样的 那我还需要给他多少张 赶快给他念嘛 他不舍得你了 上次对了 上次不是说给他一百八十张 也是师父您指点我 给了吗 给我弟弟一起念了 有一百九十多张给他 不行啊 这个小房子 小房子好像质量 有些质量不好 好像没有完全收到 哦 没有完全收到 对 那师父 你知道我的小房子 现在那个质量 是哪一方面吗 不好的 在念五十九章 大悲众 大悲众念的不好 大悲众 哦 然后我是五十九章 我该怎么写 写我的药金本 继续啊 写给你爸爸 是直接写给我爸爸 是吧 哦 好吗 那我的流产的孩子呢 我还需要给多少张 就是小孩子念四十二张 哦 小孩子念四十二张 哦 然后 好了 好好努力 让他坚持修 不能懈怠 听得懂吗 我会听说过那 谢谢大家